事件發生之後 陸陸續續我都還有收到熱心的民眾會告訴我說 哪一個網站 哪一個論壇 甚至在推特下面 我們的影片都被備存 然後都還在流傳 甚至到現在都還有 那這會對我們造成二次 三次的傷害 甚至到現在我想到可能某一個網站 我們的影片都還在被觀看 就是讓我毛骨手攔 到現在想到都還是雞皮疙瘩 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要先道歉 要和解嗎 沒有人要和解 小心小心 要進來喔 往後退 往後退 目前都沒有 那只有上一次小運出庭的時候 然後有面對媒體給一個道歉 那我希望他的道歉是真心誠意的 那也希望他在法庭上可以真實的表達 他真的有對於受害人有真實的歉意 然後真心的悔過 那也希望他用實質的行動 來表達他過去的這些錯誤 或者悔過之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陸陸續續我都還有收到 熱心的民眾會告訴我說 哪一個網站 哪一個論壇 甚至在推特下面 我們的影片都被備存 然後都還在流傳 甚至到現在都還有 那這會對我們造成二次 三次的傷害 甚至到現在我想到可能某一個網站 我們的影片都還在被觀看 就是讓我毛骨悚然 到現在想到都還是雞皮疙瘩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單點擊破 就是有人告訴我們 我們就去檢舉 然後要求下架 可是這種就是如蟑螂般的案件 是不斷的蔓延你這邊消除了 第二個地方又還是會出現 所以我希望的是 就是可以制度性的去防範這件事情 就是當發生了我們第一時間提出申訴 那可以所有的網站都要被消除 所有的網站都要被下降 而不是就是到處的蔓延 然後讓我們永遠都活在你們自己當中 因為被害人說到現在都還沒有說到你的道歉 你有跟他們自己有道歉過嗎 人家有依義道歉可是被害人都沒有收到耶 剛才他們有提出的 大家可以都要提出 以前是說 聽到這樣子 先去死 你快知道 後面車子 交往在裡面 不太提心她 坐在那邊很有酒 還有比較有跟這台人道歉嗎 因為剛才紅色他們說 沒有說不到你的道歉 小心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關心 剛才那個女生哭到沒有辦法坐在那裡 你覺得你剛剛道歉他有接受嗎 感谢观看